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內容的話 今天大概我打正利用一個半小時 可能會講比較快 因為我用非常多的換影片 那好 那我現在是主要來講 我們是集中全世界有七種海灰 那台灣呢 大概有五種海灰 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葛灰 刺溪灰 雷溪灰 還有那 染溪灰跟袋內 這五種海灰 那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這五種海灰 它的 一般來講海灰 它是從淡水灰慢慢演化到海裡頭 它演化過程很久 從淡水灰演化到海裡頭的話 大概最早才三億年前開始 那真正能夠成功演化到海裡頭的話 但是一億多年以前 所以前面兩億年大概下到海裡都結束了 都中列園 然後一億多年呢 整個演化到最近 你看到這些所謂律星類這些東西呢 大概是在三千五百萬年到四千五百萬年 所以這個第一個成功的到第二個成功呢 中間又只有六千多萬 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 那這些海灰呢 其實海灰的話 它目前來講全世界一共有七種 所以數量非常非常少 那物種數量不多 那因此呢 這個代表這七種呢 能夠經過這個歷史上不斷的淘汰 所以它每個七種呢 事實上發展出來自己的生活型態 然後它長的形狀呢 就跟它的生活方式很有關係 所以海灰的話 分裂非常簡單的 那不像生物多樣性 那要這麼多種類型 那越古老的動物呢 其實便宜越少 所以它一旦成形大概就這樣 那海灰就是標準這一類 一旦成形呢就是這樣 那所以它的形態跟它生活史呢 其實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先介紹一下 是這個台灣附近出現的無動海灰 那第一個綠色龜 綠色龜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好像是綠色 答案是不是綠色 那這一張是海底照片 你不打燈的話 出來都是綠色 那所以它只是 顏色看上去綠色 它事實上它不是 所以綠色龜的話呢 它是一個淺中色到幾乎全黑的 然後幾乎有種叫黑龜 跟它很像 那有些真意性 不然怎麼來講呢 它綠色龜 為什麼要綠色龜 綠色龜不是綠色 就跟紅色龜不是紅色一樣的道理 綠色龜的話它是綠色 因為是叫綠色龜呢 因為它的綠色龜主要食物是海草跟海藻 所以它吃了以後 就把這個海藻跟海藻的葉綠樹放在它脂旁 所以它脂旁是淺綠色到深末綠色 所以叫綠色龜 因為它吃草 綠色龜基本上來講 它的體型在所有海龜 海龜是所有海洋爬鬆類最大的一種 那綠色龜是整個海洋爬鬆類裡頭 海龜的體型差不多中等 那一般來講呢 你可以看到這一張 它綠色龜其實比較好編認 所以現在你看到所有上報的海龜 那綠色龜基本上也不會碰到還不要 大部分都綠色龜 那這一個理由就是綠色龜因為吃草 吃草的動物呢就是最容易活下來 因為它是基礎生產者 那綠色龜也不例外 全世界的數量目前來講最少20萬多以上 但是呢 子極都會起個少部分沙灘 其它大部分沙灘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所以少半沙灘越來越多 多到會超過量的情況 那大部分沙灘都會不見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分裂依據呢 背部這個殼 我們叫做這一片一片叫鈍甲 鈍甲的話呢 那旁邊的這些肉皮 上面有一片一片 這叫鈴片 所以這兩個用字會不會不一樣 那你可以看出來呢 它的背甲是兩側是四對 然後中央是五個 而且它是接縫接起來 那這邊呢 鈴片 那頭部啊 身體啊 那眼睛後面有四對鈴片 前額有一對 那前面講說它中能體型的話 也就成規的話 小鈴鐺剛出生了 不到大概五公分左右 那到成規的話大概二十到五十年代以外 大概可以長到多少 一公尺 重量大概一百公斤 那最少也可以到八十幾公分 大概你如果說你真的要抬 大概要在最少要四個到六個人 才抬得動 那所以這個中能體型的還可以 那基本上來講呢 立西威因為喜歡吃草 所以它分部範圍呢 都是在有海草的地方 大概平均來講 這邊來講花有點大年 它會跑去 那一般來講是 南北尾二十五度到三十度之間 那立西威的話 它因為它的數量很多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說吃海龜 吃海龜 因為大部分都吃立西威 因為數量很多 最容易它肉也比較多 那人家說肉質比較好 那一般來講呢 它的綽號叫黑龜或石龜 那主要來講 因為比較容易碰到它 晚上它會上岸 所以看會像石頭會動 那黑龜石龜是這樣來的 那另外一個數號叫菜龜 就是菜坡的意思 好 那立西威是這樣 然後下面一個呢 赤西威 赤西威也是比較容易看到 那赤西威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是鐵鏽顏色 所以叫赤西威 中國大陸叫紅龜 那立西威中國大陸叫海龜 因為它是海龜科的 那赤西威的話呢 中國大陸俗稱叫紅龜 中國大陸叫西龜 因為它屬於吃肉 西龜科的 那赤西威的話呢 那它的一個特徵 它有一個綽號 就是頭比較大 它沒有人叫它 但是呢 一般來講 你可以叫它叫大頭龜 那因為它的頭的 跟身體比例呢 比較大 比所有海龜要大 那這跟它吃東西 很有關係 那海龜的話 跟一般的動物不一樣 海龜沒有牙齒 那海洋中的動物呢 它有牙齒 也不是用來阻絕 它是把東西 吞到肚子裡去 拖進去 那海龜它沒有牙齒 然後它每個海龜呢 它吃東西呢 你看它沒有手 它是這個前面 骨骼是手的結構 但是呢很像騎 所以人家騎狀隻 那騎狀隻 那騎狀隻 它演化出來 像鳥的蕙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叫蕙 那主要來講 它是上下鵝 那呢 因為它是要吃東西 那吃東西的話 所以像那個 餓一定要非常有力 那因為它沒辦法 用手去拔東西吃 不要再靠嘴巴去 它又沒有牙齒 那下面就是它的法草 那吃雞鵝喜歡吃什麼 吃雞鵝喜歡吃什麼 吃一些這個像貝裂 軟體類 殼是比較厚的 那因此呢 這個東西呢 你要把這個東西 要咬碎 才能吃到咬人 所以呢 這邊來講呢 它的餓必須要強要遠慮 那強要遠慮 那強要遠慮的辦法 它做得比較大 那比較大 它才能夠咬碎東西 那這就是吃雞鵝的特徵 那吃雞鵝基本上來講呢 跟李錡鵝有點像 也就是稍微小一點 它不一樣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左右的頓板是不對 那體長呢 稍微小一點 大概差不多跟李錡鵝一樣 它承受的實驗差不多 那吃雞鵝本身喜歡吃一些 呃 甲克類 就喜歡吃一些軟體動物 所以它分布的地方呢 都是在 主要是野安地區 最近有一些研究呢 欸 這個吃雞鵝它有時候會跑到大人中 吃一些符合動物 啊 甲克類的 那但是比較大的都會在野安地區 那吃雞鵝它一個很大的特徵呢 它是唯一會在溫帶 是啊 低區上岸殘染 那海龜一般來講 不太喜歡在比較寒冷地區上岸殘染 因為那海龜是冷血動物 所以說冷血動物的話 換句話說它是外溫動物嘛 它容易受到外地溫度一下 外地溫度高 活動力高 外地溫度低 活動力低 太冷它會凍死 那所以一般來講呢 海龜都比較喜歡 冷熱帶 養熱帶 比較溫暖的地區 那吃雞鵝是唯一會在比較寒冷地區 跑到溫暖地區 非常常的 其實非常短 它是四到六月左右 那七到八月以後就開始沒有傳染行為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懶熙龜 懶熙龜的話呢 那名稱很多 有的叫吉拉利海龜 有的叫這個 有的叫吉拉利海龜 有的叫吉拉利海龜 其他很奇怪 我聽不太清楚 那民間俗稱叫八卦龜 或日同龜 那主要有八卦即使 它是傳說啦 它說曾經有的雲雲把刺裡頭 然後呢 公糧就被燒掉 所以他們就傳說 這個龜呢 吃藥倒燕 所以它的龜呢 激天 就把它撇放掉了 那這個懶熙龜呢 它是 懶熙龜基本上還講話 它是 為什麼要懶熙龜 因為它的 各位看到有點像是 綠乾藍色 那其實它形象像新的形狀一樣 那藍熙龜它體積是 所有海龜中最小的 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那個分類喔 很簡單 它是左右兩對呢 最少六對的 那側本就是很常常的 中間在一小六 那藍熙龜的話呢 基本上來說 是所有海龜中 體積最小的 你可以看出來呢 它成為體動只有十五公民 長到七十公民就成熟 所以它是很小的汗龜 但是小的動物呢 不見得很和善喔 這個 這藍熙龜是 大概所有海龜中 最兇悍的 你在旁邊 搞不好它會咬你什麼 因為它什麼 它喜歡吃肉 它喜歡吃蝦子 然後它是 去搶奪人家的食物吃的 很兇悍的一個 它因為體驗一下 動作非常快 那其實呢 藍熙龜它有一個 很大的特色 那一大一大戲 另外一個藍熙龜也是 去增益非常高的動物喔 那我們先講它的特色 藍熙龜的話呢 通常來講 它有一個特殊型號 叫做白天上岸沉染 那大家覺得說 白天上岸沉染 為什麼奇怪喔 因為你看海龜呢 它本身來講呢 它是 形狀直像那個 棋一樣 然後呢 它沒有牙齒 那體重呢 最少十五公英 像 力學成熟差不多 將近一百公斤 那所以在海流 它游得很快 在陸地上 你要上來的時候 陸地上很多天地 海中也很多天地啊 海中也很多天地啊 海中天地都它 拿它沒太可能 因為殼很厚 皮很厚 它跑得很快 你拿它沒辦法 那可是在陸地上呢 對不起喔 這個 陸地上你要快的話 要腳要追 要像海獅 它有三萬一 用那個琴琴 然後要牙齒給打架 就跟那個 很多的登保狗一樣 那這個什麼東西都沒有 它 是用爬的 體重很重 很容易看見 然後呢 沒有牙齒 所以它基本上不會打架 不會打架 算是比較溫和的意思 很多 那所以一般人講 海龜都要避開白天 因為白天太容易被人家攻擊到 所以都半天山跟摸黑 要統統摸摸上來 那這個傢伙是白天上來的 所以它呢 想說一定會被攻擊啊 沒有錯 所以它怎麼做呢 它打去架 一定不會單獨上來 它要一直要全部 就是一堆人一起上來 那一堆人上來很簡單 你聽你就 認不得我是誰 反正一堆人嘛 反正 你大家試試看 它螞蟻一直捏下來捏死 一堆螞蟻 你可能捏著半天 捏不死一隻 這個是事實 我已經小時候玩過 那這主要來講 所以呢 它就打群架的方式呢 就可以避開被人家消滅掉 那所以呢 這邊一群架 一群多少呢 那我上個月吧 我讀一些文章 那草劍資料 那它一個染西貴的話 它的一次 它一季代表十一次 驚喜上來傳染 那喜馬哈華叫阿里巴達 那每一次都好 五千到兩萬次 所以是非常龐大 那佔多大的沙灘呢 兩公里沙灘 所以是一堆 滿滿的都是海貴 那所以天理很難勾擊 OK 那它喜歡吃蝦子 我講的時候 前面是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很大的爭議呢 它很喜歡吃蝦子 所以它分布地區 都是有蝦子的地方 那蝦子之間 什麼地方最喜歡呢 蝦托娃 很多漁業都在那邊蝦托娃 一托呢 托上一堆海貴 那海貴一托呢 很多就大概有四層會死掉 沒有死掉 其實也受傷了 其實相當嚴重 那所以這個 引起一個全世界很大的爭議 很多人很關注啊 然後提出很多很多討論啊 然後最後 美國環保團 跑去告聯邦政府 說你這個 這破壞保育法什麼的 結果還居然告你呢 然後聯邦政府就折身海浪約局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 政府被告壞 一定要去解決 所以海浪約局就發了差不多 從 應該講八年初吧 你只要八年末 十年十年去發展出來一個 所謂海貴拖倒器 那海貴拖倒器 就是在蝦船網中 做一個貼 那個黃 那個鐵窗一樣 那蝦子很小 從那個窗子進去 那海貴很大呢 沒辦法進去呢 就它上面做個蓋子 或下面很小的蓋子 海貴一推就走掉了 那當初人家想說 那你這樣一推 蝦子也給人跑 後來美國人做了非常多時間 整整整十年 發現蝦子沒有怎麼跑 那海貴都大門都跑掉了 那所以這個在美國做的就很好 那也是在華爾街頭 將近十年去宣導啊 強制執行啊 到後來他們就退到全世界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反對啊 反抗啊 就告到WTO WTO說美國違法 結果美國解決方法呢 更嚴苛 因為它美國人用什麼方法 它美國人用國內法 也就是說 你這個不合法的蝦子呢 你沒有裝這個海貴拖倒器的蝦子 我不准你進口 除非你是養殖了 那因為它不用國內法 他用國內法 很多國家都一定要消美國 在國內法又被擋不出來 就告了 打到WTO 結果這個案子呢 到最後美國人 因為做贏格太久 他不知道怎麼處理 到最後呢 還是失敗 失敗以後沒辦法呢 就是各國人就自己想辦法 這個爭議現在沒有了 因為大概美國已經有 足夠衝突的政軍說 這個方法是對的 OK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來呢 這個 它大門分布範圍呢 它產生的地方呢 不多 都是在大陸棚上 在熱帶大陸上的沙灘 然後分布範圍呢 大門是有蝦子分布的地方 好 那下面一個呢 就呆滅 呆滅的話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 呆滅的話 在基本上來講呢 它是目前來講 全世界幾乎是 就是畢竟絕種最危急的一種海灰喔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特徵 然後回國到對 這邊捕獸呢 大門有個叫做 臭號叫鷹嘴灰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像老鷹一樣 因為大門喜歡吃嗎 當然喜歡在這三五郊區 找一些無鱈鱈動物來吃 所以很多無鱈鱈動物 都會躲在山湖裡頭 所以它必須要把山湖裡 叫他們搖碎 然後再把一個東西透出來吃 那所以呢 大門呢 它的叫鷹嘴灰 因為它要吃山湖裡頭 那大門呢 其實它這個特徵呢 當然它其實人家就要吃它的毒多 大門因為它的 山湖裡頭什麼不多 山湖什麼最多 山湖裡頭有很多的生物毒 因為大家要防止被人家吃 就有很多很多防疫機制 那所以呢 大門吃了其實 食物裡頭有非常多的毒的東西 那大門不會中毒呢 它因為它會把毒放在身上 所以呢 它不會中毒 你吃它比較寶貝 那從有紀錄到現在 一直到最近呢 很少沒有事的 所謂沒有事的 就是有事吃下去呢 如果輕的話 你好像就要上重疾診室 那比較嚴重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就地演排 那毒非常強 所以全世界來講呢 吃淡妹的人不多 淡妹事實上呢 補發是其他流 我們先看一下 淡妹的話它結構呢 它跟律師論很像 有些小 它也是左右四對 然後前額是兩對 那它的 另一個很大分有兩個呢 第一個它的瓦片呢 是像我們的烏瓦一樣 疊上去 必須會是一個接一個 然後呢 淡妹的話它是一個接一個 所以它中間有一個點縫 那另外一個呢 淡妹它的邊緣呢 圓頓 那我們這叫圓頓的話 它基本上來講像去齒一樣 所以你看那邊像去齒一樣 所以呢 很容易辨認 那 而且淡妹的話 它殼是非常漂亮 它的背部 它腹部是白色 有 有那種黃色斑 是不是 事實上非常漂亮 那淡妹我們前面講說呢 事實上它是非常的 它的 邊緣是一種相當嚴重的一個物種 它主要有呢 因為淡妹呢 它的殼是很值錢 然後大家聽說什麼 淡妹眼鏡啦 淡妹珠寶啦 這代表它是一生都錢 非常非常值錢 非常值錢 那種值錢呢 代表就是 人家抓到它 拿去賣就是 草票就飛進來了 就跟那個人抓那個 抓那個雞殺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呢 全世界各處都在捕殺啦 那日本呢 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日本喜歡說 欸 價格放在淡妹殼 就代表說 我家的情有 有幸福標誌 然後他們要真的不要講 那所以日本有段時間 到處全世界收購 收購到美國人受不了 收購到 就到天天 每年到日本台北 就指著日本政府 那最後日本政府呢 終於就 好啦 他就妥協 就算不進口 那 然後過來 最近他們 日本又在吵 說說假的不是真的 假的沒有欺負的功能 真的才有 然後就希望再開發 那另外一個國家呢 就是古巴 古巴大家都知道很窮 所以呢 他們很急需外匯收入 這個是一個很值錢的東西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我們開發以後 就可以賣錢了 那 因為他那個 王阿芙加上給他 有很多淡妹 所以他 王阿芙認為說 這淡妹沒有去過 其他地方坐在我這邊 所以我不遇管你塞地址 那淡妹其實 他問題就是 淡妹他不喜歡群居 他是獨居 所以淡妹非常非常難做研究 他們一直到最近幾年 那個PCI技術進步以後 他們才開始用地面 去追蹤這個族群量 那最近得到一些答案呢 就是每年 古巴都說 這個買古巴錢 匯後其他國家說 塞你抽一手 比如說這個把它降級 我可以拿屠殺 可以拿去買賣 那美國每年都提出 一大堆政經 說這個 古巴附近的單元 還跑去其他國家 所以這是 國際問題 不是國際問題 那每年都在炒這個問題 到現在還在炒 那這個其實有非常正義性的物種 那淡妹喜歡吃一些 珊瑚礁 一些無缺動物 所以他分布呢 主要是在珊瑚礁區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葛規 葛規律克是全世界最好玩的物種 那最有意識的物種 那全世界最多人希望做研究 主要是什麼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古老 葛規時候海龜中最古老 它什麼時候到海龜呢 1.11年 是最古老的一個物種 所以它長得更像不一樣 前面那些是3500萬年到4500萬年 所以叫硬可規 這個叫做大皮葛規 因為它是1.11多年 所以它的演化時間不一樣呢 長得像什麼 統統完全不一樣 各位看 跟前面長得不一樣 那這個葛規 它那個時候演化去 大概有七種異形 那我看報告 大概六個 通通沒辦法生活 被滅絕 只有它活下來 它怎麼活下來 它是當時海中最多的什麼水母 那水母活下來 差一點點都已 然後就演化出一些些非常非常好玩的東西 我先看第一個 它是大皮葛規 所以我們叫軟葛規 不叫硬葛規 那大皮的皮葛就可以叢 像翠奇的這個充滿的大 那它充到多大呢 那如果我們講說 連錫薇承受八十幾公分 重量差不多一百公斤左右 或者小一點 就算承受了 那葛規呢 承受之後 最少一百二十幾公分 重量可以到達兩百公斤 那是承受的 然後最高紀錄呢 重量可以到達八百磅 也就是三百多公斤 長度可以到三公尺 所以你可以想說 它是跟萃氣球一樣的 那它的唯一的骨骼呢 是在這邊五到七條能級 那事實上 它是一對對小骨的階形 那中間誰就擴張空閃了 那所以說這個 我們那個俗話叫三嵐規 或養堂規 那你可以形象中間看到 那重量大規叫大皮革規 是 對 意思就在這裡 那英文叫leatherback 那主要是在這裡 那葛規的話呢 它為什麼引起大家 那麼大的興趣呢 因為它喜歡吃水果 然後它長得快 大家都知道水果完全沒有營養價值 然後它從出生的時候 跟所有海龜一樣 大概五公分長 大概重量不克 等到它成熟了十二年之後呢 它的體長可以到達一百二十五公尺 然後重量可以超過兩百公斤 你想想看十二年 我們人類可能嘛 這種生長速度簡直是 完全超乎我們想像之外 那你在想說你要長那麼大 就算肯的話 你要吃得非常非常營養 才能夠在十二年之內 才能夠蹦一下 像吹起球一樣 這個家說不是耶 它吃什麼 吃水母 水母一包水之外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水 那它怎麼可以長得那麼肥呢 那其實這個東西 是我們到目前還沒有答案 那這個其實對身體上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 我們沒有答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為了要體力很大 所以它吃水母 它估計一天 大概要吃過 超過它一個身體重量的水母量 才能夠維持它的能量開效 那所以它吃就跟那個小豬一樣 你一直到四條 它一直生一次吃中 所以它為了要吃水母 它什麼地方都去 那水母的話 它帶來吃到 它這個排位 它是有一個習性 吃到彈染 然後它就開始到處找水母吃 從吃到吃吃吃吃到哪裡 吃到北極 北極海 它從春天就開始往北部 一路回遊一路吃東西 然後到夏天帶到這個北極 然後到秋天 快要冰封的時候它跑出來了 那所以你在想說 吃到水能夠好 超過三十度吧 然後北極海 夏天也不過七八度 它半個多月 一個多月 游到那邊 你瘦得好嗎 它可以瘦得好 它怎麼去調節它的體溫 這其實現在有些答案出來 但是還是一個部分的答案 另外一個它為了要吃水母 水母什麼地方都從水面上 一直到深海底 都有一千多公尺 所以它要吃水母 什麼地方都去 那它可以下潛 到平均它沒有量過 平均深度 大概三百四百深度正常 那六百七百也有三針 那最深可以去到一千公尺 那我們講說 這個下降十公尺 增加一大氣壓 就算它三十百的話 它在一個小時內 從一大氣壓增加到三十大氣壓 然後呢 再一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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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上來 你想想看 如果你們會潛水的話 兩個大家要衝上來的話 馬上有潛水浮平 那這家裡會有 可是問題不大 那所以它怎麼去達到 我們不知道 那所以這裡其實有 非常正要多達 我們還不太知道 那這要考一些 大家再去去瞭解說 大概怎麼做 它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動物 但是為了要吃水母 它的牙齒像那個巨石一樣 那這也是一個蠻好玩的東西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這是它的結構 我剛剛也講過 那因為它喜歡吃水母 它分乎是所有海龜中最廣 南北尾六十一度 那幾乎所有海洋都有它 除了北極海邊南極南冰洋的話 幾乎都可以看到它好存在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這樣廣泛的水母 但是它只喜歡在赤道的大陸 沙山上海南 所以你看到呢 都是在很少在島嶼上出現 好 這些海龜呢 記得上一講 那它們都是保護這個動物 那都是受到各種保育法的保護 在這裏打扮來講 雖然我們看到這五種海龜呢 但是基本上台灣 始終是通常不太安靜 那所以 我們大概都是集中在陸地上做研究 那 所以我們就 就是主要看一下呢 台灣這傷害產染 在過去所有技術中呢 大概有兩種 一種在東北角的刺西威 另外其他地方的刺西威 那你可以看到我刺西威打個問號 就是說 在訪談之中 他說最後一次告訴我們 他們有看到刺西威的時候是 民國四十幾年 後路十幾年 之後就再沒有看到過 所以我們就打個問號 就是 身材上說 不談確定 我們不說沒有 另外一個打拳拳呢 就代表的確是有 那我們現在做研究也是力氣威 然後看到也是力氣威 所有有記錄的 都是符合力氣威 所以會上來產染呢 就是力氣威 基本上來講 主要產染地就是台灣 事實上來講 香港的問號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問號也是一樣 我們去南大島看到也是一樣 所以力氣威 因為那數量最多 所以活下來機會也最大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台灣哪些地方產染地 我們曾經做過調查 發覺台灣東海岸曾經都會有 那還有這個東南部啦 離島都有 那台灣東海岸呢 台灣本島本身呢 這個其實現在幾乎 在生態上來講生態卷積 也就是說 你偶爾看了一窩兩窩 並沒有穩定的產染地 那這個地方呢 它會消失到很簡單 因為人為開發去捕殺啦 濱海公路的開發啦 然後丟嘴椅罵髒啦 做濱海遊樂設施啦 飯店啦 這個你可以給所有的標準答案 通通在這邊出現 所以海飛就自然就被消滅掉 那目前來講的時候 他們現在希望 在一地區為民意去保護東海岸 所以這也很頭痛 有時候不太肯的地方還是說 這邊就有綠積灰喔 好啊 那我們回到主題 那目前來講的話 比較穩定的地方呢 就是這兩地方 一個蘭嶼島 一個棚木群島 那蘭嶼島的話 那情況呢就是 兩島情況不一樣 那蘭嶼島是基本上來講的 那人在海龜走 人走海龜在 我們講說 海龜本身是溫和嚴重的 所以人魚燒老它真的會跑掉 那所以蘭嶼島 基本上來講 現在有的族群是因為 它在那邊殘染 另外一方面呢 它可能干擾 還沒有到它受不了程度 那棚木這邊就不太一樣 我們剛開始 其實棚木狀海就算很兇 我們去還在賣龜肉啊 這些亂七八糟 那所以呢 我們去的時候 那時候一方面 鳥會 開始注重這個棚木 希望這個棚木鳥能 能受到保護 另外一方面 官方也是滿支持我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去做的時候 其實棚木群島幫我們去 到處懸導啦 威脅啦 那時候鳥會也不斷地 在幫我們講話發聲 所以呢 這邊來講的話 慢慢來講 鳥會也慢慢 就是八九零年代 一直過來 他們一起回到裡面是 頭部沒辦法發展工業 那唯一的工業 就是五岩中工業 就是比如柳葉 那柳葉葉其實 大家看的是自然之源 所以慢慢來講 鳥會也有一個共識說 這個自然之源不要廣告 要不然那個聲音就不好做 所以慢慢來講 所以他們比較 因為已經配合我們的工業 所以經過大概十幾年的 這十年的努力呢 那基本上來講 他們從不理睬比較負面 它都變得比較正面 那目前來講 他們是期望我們去呢 能帶來更多的鈔票 那所以這兩個島的走向呢 就完全不一樣 那目前來講 我們再看一些其他地方 比較困難 像小鵝球 其實相當複雜 那東沙 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問題 OK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呢 主要產染地 那基本上來講 主要產染地呢 一個是蓬屋南部的 這是望安島 另外一個是藍梨島 我們先看一下 在蓬屋南部的望安島 好 華安島基本上來講呢 在英國 九十八四年 化成保護區 那也就是說 這邊紅的 都是保護區沙灘 好 那我們目前來講呢 是在檀門港 後面這個 有一個叫做 醫學保護中心 我們在那邊做 我們也做一些宣導 然後如果各位有空好 我會鼓勵各位去玩一玩 因為這個 在台灣來講 唯一能夠小時候 鄉下風行 50年鄉下風行 大概是這個地方 它這個島 受到這個變化不大 那這邊有一塊黃的地方呢 因為主要有些開發 那所以目前來講 這個它比較緩衝區 那這澎湖島的沙灘呢 就很漂亮 它是青黃色 然後你細看的話 它其實有兩個組成 一個是貝殼的碎屑 然後另外一個是珊瑚 珊瑚礁碎屑 珊瑚礁碎屑其實就是 已經在陽岸魚杠裡的 那個珊瑚礁屬 也是完全一樣 那它是因為說混合在一起 因為旁邊有 非常大的珊瑚礁 所以呢什麼珊瑚礁 要浪衝大 那碎屑就會衝上岸 所以那沙灘就是 主要是這些組成的 還有一些少量的沙灘 那穿入青黃色 那如果說往南走 的話呢 基本上呢 如果旁邊都是珊瑚礁 會越來越白 像東大東很白 那如果你到馬來西亞的話 那就非常涼細 非常非常沉白 就是因為珊瑚礁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就是藍魚島 藍魚島的話呢 基本上珊瑚沙灘 是這邊才有 有大巴黛 小巴黛 還有東青灣 那目前來講 我們住在也這邊 那藍魚島 比瓦安島大概 齊北 沙灘只有20% 非常非常小 藍魚島呢 基本沙灘礁呢 它是一個非常的漂亮的老林島 那生態非常豐富 那各位有機會的話 我也是鼓勵去 那邊只是錄個兩櫃 大概去瓦安島 來回大概四千多塊的機票 那藍魚島西島來回大概八千到一萬 非常豐富 過於一倍以上 但是藍魚島真的很漂亮 那那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沙灘島 基本沙灘講 這沙灘的話 它就跟台灣系統很像 都是那種很難看的一種 那這邊藍魚島 因為藍魚島 它的珊瑚礁非常非常盛 它提供珊瑚礁數量很少 遂選 所以大門都是山上衝下來的 這些沙泥 好 那我們再往下面看這些 我們先看一下 認定一下它的 海龜的公跟母 那基本上 海龜的話 是一個蠻奇怪的動物 它在幾千萬年就演化過來了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爬蟲子 那海龜的話 跟人類不一樣 人類竟然結合 你就知道寶寶是男還是女 男生還女生 海龜本身 它受精的時候 沒有男女之分 它是沒有性別 它一直要孵化到第三 到第三到第七個禮拜 那時候 開始性器官出現 它就要決定性別 那性別怎麼決定的 是靠沙的溫度 溫度高的 32度以上都是 28度以下是供的 那中間有供用 那主要理由就是 你現在產下了以後 它不曉得 這個 因為它活了好幾代 好幾 就是上百 上千萬年 因為地形會變 氣候會變 那所以呢 它最好不要決定性別 因為決定性別 萬一氣候改變 它就這個全爆銷了 最好不要決定 然後我性格外成熟 出現的時候 才決定性別 那再來講到 我族性能從活率最高 然後這個 這個幼龜是這樣 性別決定 然後到出生之後呢 它有第一行程 但是看不到 長得都玩得一樣 當然到成熟以後呢 第二行程就出來 這樣 功能的話 尾巴就很長 那母的話 母的話尾巴就很短 然後這可以想像到說 因為功都要教育 教育嘛 是尾巴 那所以這邊來講 它們有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功的 它是 因為塔仲內美 靠 它是靠行為來決定 靠它感覺來行為 所以它發情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做 它該做事 功的話呢 它就會設法 跟所有母的交配 它只要一發情 它要去 去交配回憂的時候 它路上碰到母的 就會開始交配 它一路走走走走 大家有機會 它就去做 所以功的認知就是說 我覺得合適 我要去試試看 那所以呢 這一球 我們最早的時候看一些報告 十年 大家都當笑話 然後目前來講 大家開始認真看待 那我們做海歸 無之例外 剛才大家當好笑 後面大家很嚴重 那結果就發覺功的話 它會找母的 會找潛水員 會找所有東西 它覺得合適的東西 去試試看 然後神經海報道 都有成功過的 然後大家都跟 有笑不笑 然後最近來講 真的有幾篇文章 他們真的用 他的教育行為 去取他心狂 去了解他的一些 的血液變化 我看還是真的 滿厲害的 那母的話就 剛好相反 所有旁人母的話 通常都不太喜歡被教育 因為功德都比較兇猛 那曾經有發生說 蛇母蛇被教育以後 就死亡的案例了 那海歸的話是這樣 那海歸是功德跌在母蛇上面 所以曾經發生過 不是非常多 發生過的母蛇呢 死掉的衝刷案 是因為非常跌了太多的公圍 所以他們沒辦法換棋 海歸上是靠北呼吸 他一定要不讓他換口氣 結果八月到沒辦法換棋 之後就憋死在情況 所以一般來講 母的不太喜歡被教育 就會設法 避開 那如果曾經碰到過 有看過一篇文章 他們未來聊的 不死者是葛規 他未了解說葛規其實 現在背上裝一個攝影機 裝一個他的潛水行為的記錄機 結果他發現說 攝影機看看 突然之間那母蛇就貼到海底 然後沒多久就看見公圍 在旁邊繞繞繞繞繞 然後公圍一走 在那母蛇就衝衝衝上去了 趕快換口氣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 我們現在慢慢了解他 原來是有責責不輕微 那不然怎麼來講的話 他們還是會進行交配 那當然一般來講 一個母蛇會跟很多公圍 因為公圍他不會認說 你是我爸爸 你是我媽媽 你是我什麼 大家就是看得合適 就會進行交配 所以一個母蛇會跟很多公圍交配 交配以後呢 他會放在身體的某個儲藏物位置 我們不停不停談這個問題 就是他儲藏起來 儲藏起來 儲藏起來在交配以後 一個多月 甚至有長到兩個月 然後呢 他就會結束舉行 公圍就會走掉 那母的話呢 等到水溫上升 因為能取動物嘛 所以他等水溫上升 大概到25度的時候呢 他就會排卵 排卵以後呢 竟然收音 他就會上岸排卵 那這裡頭最近 最早大家講的 最近幾年 大家討論到一個問題 你有那麼多爸爸的精子在那邊呢 欸到底是 是不是說 我先給你啊 再給他 結果當然不是 因為混在一堆嘛 那反正碰到誰就是誰 結果他們最近有人說 一窩裡有到底 一個媽媽只有一個啊 爸爸有幾個 他們就去看那個 看那個遺傳 DNN的物質 結果發現說 欸 有一個到五個爸爸 是一窩裡多 平均 二到三個爸爸 那所以這個 這個叫做 一五多福 這個系統 是這樣來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呢 海龜 遺傳染器呢 是跟溫度有關 所以你可以 他看說 他生五月初 到十月 那這個 五月初有水溫上升 然後 十月以後 水溫下降 那同時 他的卵節 也用得差不多 那他的最集中時間 是在七八月 可能就水溫最高 頭動量也最高 所以就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海龜呢 他上來財染呢 基本上來以後 他是扮演三天的傷害 我們先曉得 他溫和的野生動物 他很麻煩這樣攻擊啊 所以他不能夠大風天 大大白 那通常時候晚上 都選擇 愛無人煙的傷害 偷偷上來 那 通常他上來之前 他在鼠音前 觀察一段事情 他勢力不好 但是你走動啊 什麼燈光啊 他馬上就會很敏感 那時候他覺得說 有影響了任何人 人走過去啊 燈光掃過去啊 他覺得這個東西 有威脅 掉了就走了 那我們最近在水面 看到人 還會說 欸 掉了 那就是他可能說 剛好看到我們在那裡 他覺得有威脅 這種事情都有發生過 那 他覺得沒有威脅 才會去上岸 所以我們通常講 在晚上出去的時候 我們沿著水邊走 然後我們做不打燈的 然後遠遠看到怕痕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蹲下 看他去哪裡 後面慢慢慢慢 偷偷跟蹤 那曾經我們發生過很多次 其實在網上也是一樣 就發現有些遊客拿著燈 就要炸啊 炸啊 炸啊 哇 這種海龜要等他上來 我說你都可以照 你照到天亮海龜 就不會開 他被你們早就嚇跑了 那所以通常來講呢 我們比較正確做法是 我們通常來講 就除非你有體驗 同時的話 這段時間我們不會回來 帶任何遊客去 那等到海龜覺得說 欸 這個沙灘安全 我可以上去了 然後就有通路往上爬 通常爬的時候 一直爬 筆字往上爬 然後爬到什麼地方 爬到油草的地方 油草的地方 他就開始選擇他殘忍地 這邊來講說我們說 欸 你的海龜 那其實滿聰明的 那這個油草地 為什麼叫聰明呢 因為大概沙灘上 其實如果各位有機會去澎湖 或去地島的話 那其實沙灘會變 那三四月往外漲 五月往退退退 到七八月退到這裡 然後到秋林又漲 因為這個沙呢 因為浪很大 浪會把沙灘跑掉 那所以呢 有沙的地方呢 就 就是西北沙來講 富長草的地方 是沙會浪帶的 所以代表這個地方非常不穩定 那油草長草的地方 代表這個地方穩定 草就可以長上去了 那所以這個海域選擇有草的地方呢 就代表說這個地方比較安全 沙子是不會帶走的 那等到它開始呢 等到它覺得說 這個地方呢 可以開始要下淡的 殘染的地方呢 然後它就開始用潛之就挖沙 潛之挖沙 潛之挖沙 通常來講呢 有幾種說法呢 一種說法就是說 欸 這個海域呢 因為沙灘通通沒有數嘛 它就做個單滴連體 你看不到我 但是事實上來講呢 在沙灘上做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很愚蠢的 因為 它挖沙 海域它不會思考說 你沙灘後面 不是啊 它前置都往上山 而山呢 半公室一公室 所以很遠 你看沙灘跑來跑去 十一無音三敗 歡迎大家 那所以就是說 絕對最早的做法就被推翻 後來人家說 其實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沙灘上 你不要看多沙灘 有很多石頭啊 大家有時候 有很多樹木啊 所以海域做這個動物呢 因為是要讓喬海域容易出來 把地整整乾淨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整地動作 然後它覺得差不多之後呢 然後這半個小時之後呢 然後它就開始做下一個動作 那前面呢 是我們叫做挖大洞 或低洞 然後再下來呢 它就不用前進用後進呢 用像鏟子一樣 一鏟鏟挖 那這個叫挖出一個鏟的洞 那有時候夢醒啊 有時候自行看都有 那只有叫小洞 這個動作呢 差不多花了半個小時 那海域我們前面講 他很敏感 上一次我們看他很遠很遠 然後呢 等到他開始挖大洞呢 我們就可以去判斷 他頭在哪裡 我們不要跟他對眼看 那等到他挖小洞的時候 我們就會可以靠近 靠近的時候 因為海域呢 這是一方面 他很專心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 他又跑到草蜂頭 快看得到後面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偷偷靠近 那到時候我們就是 如果遊客我們就問 通知了 他就可以過來 可以靠近這邊 就可以到沙門上來 那這個海域做這個動作呢 就開始比較專心工作 那等到他這個 認為說放一小時 這個洞瓦好之後呢 然後他就會發出 到耳熟說 幹嘛 殘暖 這所有遊客最喜歡看的地方 那這段時間呢 他大概是每次會長下 三密到四密 大概一共差不多 一百到一百一十克 最少可以到三十幾克 最多我們碰到一百六 全世界最高 將近兩百 不到兩百 其實那個是非常多的大 那通常來講 海龜在這個時間呢 就開始 因為那荷爾蒙轉換 他進入睡眠 休眠狀態 然後昏迷狀態 都有沒有 那這基本上 他的周圍就敏感度 就很低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靠近 去做一些事情 你不要把他操心心 那譬如說 我們會給他看他有沒有表號 涼涼體長的 看他有沒有腾骨 這樣之類 那通常我們會照一些像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照風雨 沒有照他的腦袋 就是不要把他操心就好 那這時候呢 遊客也會接近 那通常講呢 我們會就是 你不干擾他的原則 那就可以去看 那如果這時候 你把他操心好 他掉過去就走 那再來 他可能淡一層的海龜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會絕對控制 那等到他這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做完之後呢 他就開始 就慢慢醒來了 然後呢 開始做下來 這也是自發性動 就把這個動 蓋起來 用後製 那蓋起來的話 每個物種不一樣 有的蓋起來就OK的做 有的蓋起來呢 還在亞利亞 每個物種不一樣 那這時候 海龜就慢慢慢慢的起來 那起來之後呢 他這個大概也是 花個十幾分鐘之後呢 他就開始做下一個動作 然後就開始 回覆到我們前面講的 用前肢挖沙 前肢挖沙呢 這不一樣 前面前肢挖沙在原地 原地不動 後面呢 一面挖 一面往前挖 那事實上是一直挖出去 所以這時候呢 事實上他就要離開 這個產品地 那有人想說 欸這個挖 這個拋那麼多 煞幹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有人掛一兩小時的時間 很長 那這個其實這耗費體力很大 那最好有的做法說 唉這個單兵眼皮嘛 這不是單兵眼皮 就是做一根眼皮 因為它的軟窩 直徑大概七十公分 但是挖沙給挖到一公尺半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廣伴 那這樣來講 你天底找不到我 這個軟窩藏在一個 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嗎 那結果我們後來發現 這是其實對的 人這真的是 你如果說 我們沒有 後面沒有確定位置的話 你四條是找到這個軟窩 但是我們發現說 動物不是這樣看 我們曾經看到說 有一種蛇後面一角 那種赤窩窩窩窩 他海櫃走了以後 通常看不到他就來了 然後他可以挖到 然後就煮了草 然後就煮了草 就進去就開始吃貴蛋 那所以這邊來講 其實天地一屋可一屋 這沒有所謂 人家可知道的地方 他發現他真的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是給一個軟窩 一個非常好的符號環境 什麼說呢 沙丹中 基本上來講 沙丹的表面溫度很大 正如說差不多四十度 到方暖上二十幾度 所以他溫度變化超過十一二十度 非常快 但是呢 沙丹有幾個特性 能讓很多冬灰 血雨菌在裡頭 那第一個沙丹有沒有空氣 空氣是很好決定 沙丹是白色 反光 沙丹有時候有一點水 又可以吸收熱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我們曾經有很多文章 在三十公分以下溫度呢 可能不到一定度變化 到了七十公分以下 基本上沒有溫度 沒有變化 因為底下是一個很溫度 所以海龜呢 對度越高呢 洋溫度越很溫 那沙丹一窩呢 都可以在同樣的環境下符號 那所以就不必考慮說 這外的溫度有變化 多大 那所以他其實是提供一個 很好符號環境 然後做好之後呢 鵡龜就爬出來 然後就下海 那下海的時候呢 他就不管你空氣 然後就直接下海 那下海的話 通常下海以後 他等多久 十天到兩禮拜 幹嘛呢 他要休息 然後再排卵 再吃呼吸 再上海 所以這個時間 但因為我在會 每一季可以乘下 一到九五二 平均差不多三到四五五 那第二天早上看呢 也會看很多那個 像坦克 像塔倫 一個上塔倫 一個下塔倫 那我們在 我在東沙看過一個笑話 以前那時候陸戰爵的時候 那我們跟那個安庭官就很熟 然後他跟我講一講話 他以為是 有一天晚上要來指根 然後那有第一 菜鳥先進來 報告長官 有疑人坦克上來 他說 東沙看過一個 他說 長官很奇怪 只有一條禮拜 為什麼沒有兩條禮拜 你們看過海歸 所以這個是這樣 他看起來像禮拜一樣 然後呢 有很多呢 像炮彈坑一樣 那這是因為海歸 那挖大洞呢 因為各種理由 他是放棄 就走掉 所以在沙漢上看到很多 這種動物 動物 那我們前面講過 一窩軟袋 大概一百一十 一百到一百一十克 那大小呢 跟乒乓球的大小一樣 也就是說 直徑差不多分分 中長差不多分分分 那大小真的跟乒乓球完全一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很多 到小區演講 很多班可以乒乓球 讓大家去挖乒乓球 那我們現在還設計說 這個用紫妍組裝 平方塞下的 叫它塞一些動物 那跟龜旦一樣很重 那所以是這樣來的 因為它是 它只是很強的乒乓球 但浮化時間呢 差不多四十五天到六十 平行大約五十天 然後呢 要出來的時候呢 就看到那邊凹殺 阿學我們就講說 欸你怎麼知道咧 你怎麼告訴我說 這樣 這邊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我們講說 一窩的溫度差不多 所以一窩的一百克嘛 大概都在同一時間 會浮化出來 它一出來以後 它是用 我們會的 這個嘴巴肩面 它二肩面筋 也比較堅韌 它做破淡皮就跑掉了 跑出來以後呢 其實洋水會跟著流出來 那我們講說 整個軟窩是松散 那所以呢 這個一個海堆跑出來 會直接空 一對海堆一通跑出來 那就很多空 那上面沙咕會踏下來 踏下來 踏下來就是 你看它奧下去 那這個其實踏下來呢 對於海堆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因為我們講 軟窩增 深度多少 我們就這樣旺角 大概體動呢 大概二三十公分 大概小動呢 大概六七十公分 所以我們講說 這軟窩增口 降低一公尺 小海堆體長多長 後面比較 它併有近呢 二點五公分 那一百公分 它跑死 它死 所以說它沒有一些 注意它很難爬得上 那所以呢 它在趴下來的時候 這些 趴下來沙咧就變成階梯 然後的時候 其實海堆 會騎在其他海堆 爬在其他海堆頭上 繼續往上爬 就比較容易出來 那通常來講呢 海堆它是 一堆一起往上降爬爬上去 然後呢 那通常爬到差不多 十幾公分就停下來 停下來 要等一天 最合適的時候 那曾經有人做過實驗 因為海堆的人覺得 這種客戶 受罐的溫度 影響很大 他要拿小海堆去煮 那種二十六二十七 還好 然後三十五三十六 海堆就會開始抽搐 然後那三十五 然後那三十五 那它不動 那後來他們說 因為呢 它的太高溫的時候 那個肌肉蛋白質 會分解掉 它就完全 完全分解 它就不能動 所以太高溫的時候 海堆會被 會曬死 那所以曾經 很多時候 很多地方 海堆在大半天上來 大概沒多久 就死在那邊 就不能動 就被太陽曬死 所以海堆通常要避開 白天曬死 所以當時 我想等一天最合適的時候 那第一個呢 是最少晚上1點鐘 溫度 差不多 沙灘溫度差不多 2627 這時候很好 那藥管呢 就是要快到天亮 更低一點 所以你很少看到 11點鐘以下 海堆就爬上了 很好是沒有 那第二個呢 其實海堆也是避開天敵 那一般來講呢 它的白天有很多天敵 然後晚上呢 海堆也很低 喬海堆本身來講 皮質很薄 可憐很薄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美味的食物 那所以它避開天敵 越少天氣越好 所以什麼時候最好呢 就晚上1、2點鐘 看到它天亮的時候 天氣最少的時候 那所以在野化學上 在生理上呢 都是一個最好的時候 那時候它就會出來了 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一堆嘛 所以剛才看到一個 兩個 然後後來呢 看到一屋 一屋二呢 少了三五十 我們曾經碰到八十幾隻 那這時候呢 就代表說 海龜呢 這時候最合適 那出來的時候呢 夏海龜呢 就衝下海了 衝下海的話呢 剛剛大家講說 這個康恩一隻兩隻啊 後面一堆啊 是不是有裡頭 那當然不是 只是那兩隻比較強壯 那大家體力比較差一點 當然這時候 有些體力太差 爬不出來 我們就要倒化出來 那夏海龜下海的時候 通常來講呢 這個是實驗做出來的 他們就是有 清楚三個非常重要的 那個觀點 那第一個呢 海龜是往下爬 那當然以撒恩 他們還在往下 當然正常 那第二個呢 他發現 做出來之後 他發現說 海龜會朝有亮光的地方 爬過去 尤其水平方面來的 把它墜回去 那結果他說 理由呢 很簡單 因為那個水 海面會反光 陸地會吸收光 所以呢 任何青光月光 色的光呢 一照陸地做一些吸收 所以陸地看到比較黑 那海上比較亮 所以在 在完全沒有人的沙漢上 沙漢是黑的 還是亮的 所以 而且是從水平方面 才是比較亮 所以海龜會反光 亮的地方好 那是很正常 那第三個呢 他們也時間做出來 他發現海龜會避開呢 黑黑的有形狀的東西 結果他還跟他們講說 自然沙漢上 那黑黑有形狀的什麼呢 第一個樹里 就是撒球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大家也提出一些建議 那第一個呢 你上沙漢島 不要再手電腦 然後呢 殘忍沙漢旁邊 不要有太多的建築物 那就是燈光 不要有 還有路燈 因為有路燈 有燈光代表說 海龜就會往另外一道路跑掉 然後呢 海邊呢 有殘忍沙漢旁邊 不要有太多人工建物 那有太多人工活動 幹嘛就把樹林採掉 沙漢就退停 那海龜也扔不清楚方向 然後人家說 殘忍沙漢呢 最好不要有什麼 沙漢車走 沙漢車就是他有個熬動 那海龜叫他去呢 有一道海裡走去 就跑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其實對海龜保力呢 就很重要 其實我們從另外講到來講 殘忍沙漢 你保持原始狀態 那大家覺得很舒服 你旁邊有很多五星級飯店 大家其實就怪怪的 那所以呢 第二天早上你看呢 夏海龜爬的 就跟米龜就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看到 夏海龜呢 他的所有海龜的長型 一樣 顏色不一樣 跟背角直線長 差不多2.5公分 重量差不多5克左右 那夏海龜那個 夏海龜那個 夏海龜人其實他皮很 我們想要皮很薄 那殼的很薄 所以他是一個相當的一位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的天底 包括陸地上跟海上 那陸上天底呢 這有紀錄 包括這個 晚雄啦 洪伯儀啦 洪伯儀啦 洪伍儀啦 那野豬野狗啦 那 其實 全世界各處一些 宗教的海龜產染地喔 那 群護員本身要帶 帶槍截 因為野狗可以成為攻擊的 有些東西不是很有善動的 有些事情他要先清掃一陣 然後才能開始攻擊 那其實他很多這樣滋味 那在台灣來講呢 基本上 鴨魚還好 那台灣並沒有什麼危險 台灣人並沒有什麼 所謂的危機性的東西 那台灣最常看到的 就是所謂這樣看到的沙蟹 幽靈蟹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蛇 蛇犬這些都有 那台灣附近呢 其實台灣人也蠻安全的 這些蛇都不是有毒的 然後像這個赤沛蟲蟹 就要剛才講呢 這個蛇會從遠路爬來 爬不動 爬到動 吃東西 那全世界 蛇會鑽弄有 那但是 在台灣不多 當然只有在那裡 在台灣本島 赤沛蟲蟹不會鑽弄有 所以它是一個學習行為 那這個蛇呢 他基本上來講呢 他的 看到人比人跑得還快 他最常不到辦公室 那他的 他的牙齒不會張開 所以他像刀片一樣 他是專門吃蛇通的軟 把那軟鋪划破 然後頭身裡面 把蛋清乾淨 那很少看到他會攻擊 小孩給去吃掉 那另外一種呢 赤沛蟲蟲蟲 不是 講說 這是臭金弓 臭金弓就是台灣 所以吃蛇最喜歡吃的 就是這種 因為他肉質很多 然後臭金弓 因為他真的很臭 因為我們在汪汪汁的時候 做的時候 有一次學生抱怨很臭 我們就清一旁 清一整窩的臭金弓 所以他 他是用吞食的 那這個是以前 軍委員把他打死後 當時把他解破 結果救不了這個 還會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講說 台灣為什麼沒有 那些兇猛的 這個捕食類動物 因為 所有財產 財產旁邊都存落 如果有這些什麼 野豬啊 有些腕雄的話 當然早就被人家寄 要進入藏廟 所以台灣不行 沒有這個所謂的 有威脅性的野生 都是這種 不具威脅性的 那這個 其實在台灣來講 因為 都在村落旁邊嘛 所以這個陸地上 沙漢上野生 都很少 去捕食了 但也沒有什麼 那最多是 海中的一些的 肉質性 那這些是 主要是在海中等 小海龜 小海 那他們估算說 小海龜大概講 一般來講 小海龜大概千人之一 就長大 一千隻有一隻 可以長大成熟 那其實來講 80% 90% 都在第一面下海 都被這魚鱼吃掉 所以 海中的魚呢 肉質魚鱼其實是 吃掉海龜最主要的 那沙山上的 50類動物呢 其實有限 好 那下海 下海之後呢 他做什麼事情 他有 他有三個 第一個呢 Francy swimming 就是瘋狂游泳 那瘋狂游泳的話呢 基本上 他因為竟然有很多肉質魚鱼 它又很好吃 所以海龜 他要躲避被人家吃掉 那這個我稍微要補充 因為他 不是每一種都是那種瘋狂 相比之外 他是瘋狂游泳 一直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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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衝衝衝衝衝衝 他長得很像葉片 所以 他前...在 將一天的時間 他就撞死 這個水 漂不太漂亮 這個是時間做出來 漂了一個 有 差不多快一天去 沒有方法 蛤 蛤蛤 沼蛤 所以 這個是蠻好玩的一些 他的求生 他一樣不同的方式 那等到呢 等到呢 他離開靜外之血域體質之後 他會進入下一個 叫什麼 在地上過日子 因為瑪蝦腳提供一些保護 然後瑪蝦腳有一個食物吃 它因為製度只有動植物 所以基本上那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生活 那為什麼瑪蝦腳呢 因為它出去以後到海裡就不知道 然後知道人家發現是在瑪蝦腳 發現是小嬌奶會 然後再來呢 她說應該滿好找去哪裏不巧合 這些一些假說 然後再來就看到它那邊遺失 重點比較大 感覺出來 那所以怎麼去不知道 怎麼過來不知道 直到它 喔 它在那邊 到那邊 所以這個在科學家的部分滿意的 然後這個就還是用遺失的水準 最早的時候大家不知道 知道的話還是有限 然後當然回到這個 開始要長大 它靠近岸 靠近岸的時候 基本上很多還會過體氣性 有些海蝦還是做自由性的 不管怎麼樣來講 它會在這個 沿岸的 或者是沿岸之年之中呢 它就開始長大 它長大 海蝦其實長得很快 它吃很多很多食物 要長得越快就好 因為長得越快 我越安全了 越大的動物 我越安全了 就不要 再小動物不要留太久 所以它需要很多食物 那所以呢 它如果到一天 食物非常非常多 那它就依個棄地 它就一直打它成就 那如果到這家 食物不是那麼多 有的海蝦長大 也要換食物啊 小的時候嘴巴比較小 長大的嘴巴比較大 吃的食物會不一樣 所以它這個吃不夠吃 它會搬家 所以它會一個到15個成長期 在那樣不夠吃 它搬到去哪個地方 繼續找到它 最後長到什麼 這個食物夠多了 它就留在你生活一輩子 然後一開始的食物夠多 它就不會搬家 這跟人的個性是一樣的 那這邊來講呢 在這個過程中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在這個過去歷史上 蠻痛苦的一段歷史 這個 你看這個1983年 這個Machowski也知道 那我們人類贏了那麼久 知道海會上來 下雨就下來了 那95%到991%的時間 都在海中 我們人類花很大力氣 了解1%到30% 那這邊有一大堆問號 還有去哪裡呢 知道這怎麼樣呢 其實最早開始呢 Archicard的時候 他在Garrett做的時候呢 就海龜灣做的時候呢 他就發現這問題 做了半天呢 我們這個他帶一批學生 做寶物 結果做了半天 這個殺人沒有 那個殺人沒有 他們就很擔心啊 這個我們這一科學他做的半天 還是不曉得這個部位就不見了 這個很難交代啊 那所以這其實 那個在5060年代 剛才說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啊 那所以呢 他們就很天真啊 科學他都是很天真啊 他就想到一些 反正 好啦 那這樣來講呢 青棘球不是很高空嗎 可以看到嗎 這張是Discovery 這是Archicard 那這幾個呢 現在都已經退休掉了 非常的大教授 那時候就非常理想啊 綁著青棘球 然後那山上租了差不多兩公尺高塔 你看看 大家每個人都跑到塔去看 欸 海龜去哪裡啊 結果呢 那一篇報導 Discovery寫 那不是 National Geographic 那篇報導寫說 欸 海龜出去十分鐘以後 系統爆炸 就不見了 那但是我說 人類第一次進行回憂追蹤啊 這真的是 也是這樣 1965年 然後這個實驗就很失敗 其實滿洩氣的 他想說 好 我們找個別的方法 然後那講說 欸 那個鳥故事有鳥槐嗎 其實那時候也在弄追蹤的 你們在做 有些鳥槐有什麼理論 他想說他就跟聯邦城邀了很大一筆錢 用標 上標 就一定標 那時候的標 情況不是很好的 不是鐵標 就是不鏽鋼標 那還沒有 金索核標還沒有 這個太金核標還沒有 然後他就要了一大堆錢呢 到這個所謂 Codecate Codecate 我就製政15美金 一到現在還是15美金 那你想想看 它是1965年 1965年民國50年 15美金是台幣1,40 所以中南美洲這個地方 它是更大的 代表一個禮拜的生活費 他想說我那麼豐厚 一定會 非常多資料回來 結果呢 你看這邊做 做17年 才這麼一張圖 其實是滿洩氣的結果 因為想說 我花了好幾十萬美金 得那麼一張圖 那後來他們去撿 那因為他以前的標 其實海水很容易腐蝕 以前標的不好 所以標會被腐蝕掉 然後他定的地方是 那海龜洞 就是騎到這個下方 所以最容易拖 所以說拖漏的情況 跟疑似情況非常嚴重 大概60%以上 然後他去的地方 那這些鬼他其實都滿窮的 那很多人不失智 吃了看不懂 那吃了不敢抱 怕被捕捉 然後很多很多 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回收率 非常非常低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滿洩氣的 我剛開始說的時候 大家開始讀詩 那時候在1980年半出題 其實大家一直不想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呢 到1970年中期以後呢 這慢慢獲得一些解決了 那我想說一個是 屬於冷戰結束之後呢 他有些器材呢 開始開放給人家使用 那有些東西被科學家看到 很好用 那其中一個最好用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灰心追蹤系統 那人道灰心追蹤系統呢 基本上最早開始呢 也不是給客人家用 是給海軍用 海軍給客家用呢 像物理海洋 最終洋流 我們可以知道千里要怎麼走 那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也尋時 到後來來講 他們就慢慢來講 就是讓民間使用 那科學家用來使用這個很好用呢 主要來講它是很重要呢 就是這個人道灰心追蹤器呢 就是在這個發爆器呢 固定在你要研究動物背上 然後呢這個質型會產到呢 這個地高度喔 這兩八萬公里 到這個環境衛星 繞基地環境衛星 然後呢 他的接收到訊號之後呢 再給地名接收站呢 去解碼 解碼完以後呢 他再不用這個 email啊網路啊 各種方式就給使用者 就是你付諸印使用者 那剛才這張是1990年剛開始 就是正在澎波發的時候 這張其實很好用 因為它有粒子價值 最好用的是你可以看到海龜 驗鴨 那大象 金屯 猛青 麋鹿 這種非常大的動物呢 跑很遠很遠的地方 你要人力追蹤 幾乎是不可能啦 那不管是陸地上好像都不同 那所以其實你用人力追蹤 相當得到是要非常有限 那用這個方法呢 基本上來講呢 我只要電腦打開 log on 然後我們就知道它位置在哪 我也不必到現場去 那現在一去記錄它說 其實位置滿進去的 那 因為有些地方不太古去 那所以這一戲呢 其實剛開始做的就 當滿吸引人的 我記得最早一篇文章 是在1976年發表的 做海龜的 他們就是那個人 他寫了一篇小篇文章 然後海龜呢 那時候發表情很大 他就用鐵面放在海龜背後面 結果海龜拖著跑 結果下海游三個小時呢 那個發表情是春花 天天它的戰斷 那海龜大概也會吃 但是那個就是那篇文章 大家其實滿震撼的 這個真的很好用 之後就整個就大煩了 然後隨著客氣進步 發表情越多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呢到現在來講 幾乎人人都在用 然後他提供非常多的資訊 然後再體諒 那所以呢我們在講說 他做的方法呢 最早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發表情 固定的海龜背上 那基本上來講 那時候就用騎 那所以是要把牠關一關上 天天早上你看 這牠就不很開心了 那不管怎麼樣來講呢 他提供我們非常非常多資訊 那你可以從本屋傳染呢 他會去到日本 他可以到東沙 那然後我們甚至可以到太平島附近的地方 那我們做的大概 民國八十年去 主要其實還在做 那主要理由 我們就發現說 欸 紅窩這邊產染海龜呢 事實上呢 牠產後牠會分布到哪裡 分布到東部路桶上 反正有海產的地方 都可以發現牠 那所以呢 這邊來講 除了科學上的理由之外 在保育上也很重要 那我們要保護紅海龜 也不能在台灣做 那因為很多國家都在裡頭啊 那所以我們在2000年開個研討會 大家都來 討論要怎麼做 可以保護海龜 不要被吃掉 那這個技術 剛開始只是一些大平動物 那目前來講 就是說變成很多很多小平動物在做 做到什麼程度呢 它可以任何的 我到英國去那時候 那最後一個結論是說 天上飛的 海裡遊的 洞裡磚的 都可以做 大到像海豚啊 金魚豚啊 小到什麼 小到水母 我都可以做 那實際上 只要那個洞能夠承耐起的這些器具呢 我都可以來做 做它什麼 做它心跳 做它位內溫度 那我想做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他們現在改 因為名詞呢 這已經叫做巴蛙 就是生物經濟 已經不再叫做水護衛星最終可樂 好 那我們再回頭看呢 就是這些 講到一個 海豚是保育類 那我們回到一個最近的問題 為什麼保育類 那為什麼章馬老鼠不叫保育類 那並不是說 因為牠是保育類 所以叫保育類 天亮沒有什麼事情 保育類的動物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神刺動物 像貓熊 白雞屯 因為基本上講 像貓熊的例子 牠是屬於上一代的物種 牠應該要被淘汰 那牠在四川 所以躲過災難 比牠高溫 高溫死潮的地方 所以呢 現在人類呢 要保護牠 因為牠是上一代遺留下來 所以我們有直接叫給下一代 所以牠是神刺的物種 那另外一種呢 像海灰 牠是屬於這個 因為人類破壞呢 才需要保護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呢 海灰牠這邊呢 第一個 牠肉可以吃 我身邊國外 牠們都有海灰湯 那就是海灰肉可以吃 那海灰皮呢 可以做皮包皮鞋 那尺旁呢 可以做香皂 那牠殼子呢 像太平殼子 可以鑄保 所以海灰的一身頭是錢 非常非常賤 各位永遠想不到海灰比一條魚還要吃錢 非常多貝 那一個海灰賣掉 可以光是拿去放生 大概就一千多海灰 所以是非常刺激 所以直線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十年以前我讀一篇文章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海灰叫做 他為了要了解 十六世紀 他不會有海灰的 在加勒比海 有個大海灰 他沒有十八世紀以後 那十六世紀他知道呢 結果他不是跑加勒比海 他跑到歐洲去 因為最早是歐洲在開發加勒比海 那英國那個 英國那個西班牙艦隊 那所以他跑來 把所有的資料都掉出來 什麼資料呢 貿易資料 因為海灰太制潔了 所以他們有個非常綿密的貿易網 這邊裝爆頭 送到哪裡 沒有多少錢 這都有非常詳細的 因為太籍錢了 就跟珠寶一樣 那所以珠寶都嚴密控管 所以他把資料都掉出來 結果發現說 十六世紀的海灰 在加勒比海灰的數量 是十八世紀的最少一百倍 所以這邊來講 就真的人間開發 那後來講就是說 最早想說 你怎麼知道啊 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海灰的數量 我們很難推估200年前 他們只能說 最近200年 人類捕殺 然後你們有確實證據 確實證據呢 在最近三個年出來 有人說 像我朋友在夏威夷做 他當初的時候 他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在飆海灰 一頭一百塊錢 他就去講說 你不飆海灰 那你去看海灰 一個人十塊錢 然後一年下來 他算過超過一億 然後大家就有人去運行 結果他就推動三十年 利用保育法 你多保育法 到目前來他跟我說 數量已經超過他的 超過他的 超過他這個 這個海灰能夠贏的這樣 數量多利他 我全是為他拍手 那然後另外一個例子呢 像這個 大吉祥的葛桂 葛桂 葛桂也是被抓捕兇 那結果呢 太平洋葛桂沒有辦法保育 亂七八糟 死了 這數量幾乎都快沒有 很多殘忍殺害都沒有 那大吉祥因為很多國 要一起努力呢 那一到大吉祥葛桂 數量二十年了 就恢復正常 所以這個東西 就很明顯證明說 像這一類的保育動物 因為人類開發 人類破壞 然後再加很多沙灘 人類給命 所以你去適量保育 所以他會不會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很明顯保育動物 是這樣來的 那這是一個 墨西哥以前一個 合法獨立黨的 關閉之後後院 他們說 估算最少兩百字成龜 所以菩薩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的 那另外一個呢 海貿會遭到破壞 那另外一個理由呢 就是龜蛋 他的下一代 那全世界各族呢 吃龜蛋 只有一個理由 撞養 那為什麼撞養 就說是撞養 那好像不需要 任何理解釋理由 那但是基本上來講呢 好像那個什麼 中文不喜歡吃龜蛋 那不喜歡吃龜蛋呢 龜蛋理由呢 主要來講 它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 中文獨信佛 佛教 那儒道 殺生是不對的 那也解釋 像很多人民 他是捕魚為生 那還會救他們 他們常常出血 所以他們認為這不道德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灰蛋不好吃 那中國人是很注重口味 他煮熟 它不但有三星的味道 而且煮熟 有蛋黃死熟 這蛋白不熟 吃起來非常奇怪 所以我們今天去旺蘭島的時候呢 他們有講說 吃過龜蛋 其實很多都是常常 然後就不吃 那比較大問題呢 那另外一個氣地開發 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比較大問題呢 中國人很多好奇 很多我們看 常常沒有 其實很多很好奇 那海龜 或上來常常 我們把他彈過來 看相關水 會不會轉過去 答案是 轉不回去 那龜蛋像那乒乓球 我們丟起來 看他會不會彈起來 那所以這樣弄兩下呢 龜蛋就可以弄死了 那龜龜給你 那騷擾兩下呢 他受不了 因為海龜很害羞 很怕人家死 他會跑掉 那所以很多過度好奇呢 其實造成很多問題 那另外來講呢 海龜呢 常常會被漁網殘老 海龜是靠背呼吸的 所以漁網殘老 這些漁網通常都是 拋棄的漁網 在海中呢 我們叫幽靈漁網 你雖然不在用它 但是還都飄飄 它照著捕魚 照著捕其他動物 那這個動物呢 就沒有人照顧 那所以海龜呢 他脖子被殘老以後 沒辦法呼吸 他就會吃 都沒辦法喚氣 他就會淹死 那這個其實在海龜 非常普遍 那另外一個 丟垃圾 那大家大量把那個 中國人都沒得嘛 很喜歡丟垃圾 那我所看過的這個 唯一沒有垃圾的地方 就在山上廟旁邊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去塔山的時候 去看到廟旁邊 丁個牌子 旁邊真的一點垃圾都沒有 然後看一下的時候 神秘有指示 在此丟垃圾 人家死翹翹 那我遇到現在還記得 那真的是一點垃圾都沒有 那我們在以前 我們在我們家 附近的海群署 沒有去演講的經過 那剛開始也是 相同所定個牌子 拿出清潔隊 在此丟垃圾 爬了多少年 也是 趕快是更過分的 就在掛在那牌子上 垃圾版 然後後來過兩個禮拜 那個清潔隊 定連另外一張牌子 上個月請發動的保健 就在裡面有垃圾 這就非常奇怪 好像扯 拉回陣體了 這些垃圾呢 流到海裡 因為這個垃圾 其實有很多污染圖 包括這個大奧斯林 啊 一些有機污染物 流到海裡會產生了嗎 很多的動物呢 吃到肚子了 其實這比例蠻高的 我們最近問過所長 很多海龜死掉 發泡 胃破開來 那 有很多很多人工垃圾 塑膠台 就是主要的產品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海龜他吃東西 他會吐出來 因為他沒有牙齒 那所以他的食道是 一個稻子 防止東西流出來 所以這東西進到胃容 不會出來 他如果沒辦法抬出去的話 他就塞在胃裡頭 過一段時間海龜就餓死了 因為他沒辦法吃東西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麻煩呢 就是海龜會生病 這些病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新聞 叫乳突流 這個東西呢 在 1930年代 在這個 美國的Bronstool 發行有兩頭 最早紀錄 然後呢 他們翻譯 因為沾染動物要很漂亮 不看的動物都不能沾染 所以他們就受益去看 那時候講 真身皮疹 劉壯 劉 劉 然後呢 然後呢 在經過50年之後 在消費裡發現有一膽 然後我朋友去兩路 也把他丟回去 有10年之後 怎麼消費裡 一半哪個都有 而且呢 死狀甚為淒慘 他發覺死的時候呢 這個流的根 化了一朵一朵 然後中間裂開來 有白水 惡臭 還有蟲子爬一朵 這很恐怖喔 那死狀甚為淒慘 那剛開始他們講說 欸這些腫瘤 是不是把眼睛蓋住 嘴巴蓋住 所以切除就好 結果發覺說 其實不那麼簡單 越切除越嚴重 結果他們就發覺說 其實大家有外表看到 內鬼喔 心臟 肺臟都多了 那我們曾經處理過兩頭喔 就是他所有內臟情況 全部都有感染 那 因為他把所有的身體 內型的整個肌肉都會掉 所以海龜就沒辦法活下去喔 那所以到最後我們把安樂死了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來講 在經過差不多長達十年十年 到後來大家發覺 其實是一個傳染 高傳染性的疾病 他們傳染速度非常快 所以剛才他們找不到答案 因為在很乾淨的水中 發生了這個疾病非常盛行 因為他是傳染 到最近兩年呢 我看一些文章 他們終於找不到答案 他們跑到八星 八星之後有 纖維上的蜘蛛感染很嚴重 然後他們發覺說 這些呢 因為海龜這些人吃的 是海藻 海藻呢 海藻是一個吸收中因素 污染物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然後呢 吸收油它產生一種化學物質 這些化學物質 會引發這個疾病 結果它發生什麼 鐵工廠啊 都市 類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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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找到那個海龜一吃呢 就停物質地染上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就是說 最近的時候 其實跟環境污染 非常有關 那另外一個炸魚毒魚呢 其實對海龜來講呢 就是 它的食物會被處理掉 那它的 比它變得沒有食物 這個基本上是 破壞海洋生態吸收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很多的 不當的建築 像在 參亂地沙山旁邊 做一些衛魚設備 最近比較少 很嚴重 那基本上來講呢 它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這個沙山不會穩定呢 它會受到浪侵蝕 如果說這個草地呢 它吸收 然後水泥呢 後來反彈 所以事實上 會造成更多的侵蝕 結果呢 到最後呢 整個沙山 整個會被侵蝕掉 然後連同這邊的 全部受到影響 那基本上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呢 你沙山挖開之後 很多油口會下來 那在這邊來講呢 我們最近呢 經過它開發以後呢 這一代幾乎都沒有 海就有在沙山 所以我們就參亂地呢 因為你不斷開發 就省事一些 那另外一個呢 挖沙 那挖沙呢 這個告出來說 不給挖沙還照挖 那其實挖沙很簡單的理由 全台灣都是一樣的 一定是蓋海紗物 那因為沙最便宜 那挖沙的話呢 我們不談這海紗物問題呢 我們談是沙山 那挖沙它把氣沙拿走 粗子就丟下來 那沙山因為常常會有海盟 逃死了 所以說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沙山被利潭 那利潭對海盟有什麼影響呢 那虎威可能很聯想上去 常人很快不來 沒有不好 那小海盟下海就不得了 那因為沙山他可以爬下去 利潭的話便一個一個大石頭 大概兩次一個大戰 他跑不過呢 最後就死在沙山上 所以過一段時間呢 這沙山呢 變成利潭以後 沙山沒有經濟加持 那虎威不來 小威不來 那什麼都不動靈 那害人害羈 那另外一個是光害問題 光害問題呢 其實在最近年 因為利潭不斷的建設 不斷的開發 這問題開始變得越來越嚴重 再來引導 那其實各位覺得好像不怎麼樣 那我那時候在照著那走過去的時候 跟那個你側燈照到你眼睛一樣 怎麼全面一樣 一片白 你根本看不到沙山 那其實是蠻嚴重 那沙山產是什麼影響呢 我們就看到完全沒有光害沙山 這中間是光的強度 這是海灰走的方向 這五灰 然後完全黑暗沙山之後 它是不選擇的地方 那如果像這個光很強的時候呢 海灰就會避開 所以當海灰上來 那另外要轉換的時候 它會躲開 這些 那另外來講呢 如果光害群體動呢 它放棄呢 同樣來講沒有光的話 它不選擇地方 它愛去哪裡 那有光強的地方 它也是這樣避開 所以說強光 第一個讓小海灰 往光的地方跑 那骨灰看到光就跑了 所以光害呢 其實是一個變成現在一個 文明上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所以說有這些問題呢 我們要怎麼解決 那當然第一個 你要畫保護區 那畫保護區的話 我們再做好了 海灰保護區 比較麻煩 那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後面都是驗人櫃 這代表人會緊急速度 那所以畫保護區呢 我們不能把這個地方封起來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做調整 調整怎麼樣 海灰晚上上來 白天土上來 那所以呢 晚上才是保護區 白天土不是 就是一般沙山 只是說我們要保護這個 母龜保護橋海灰 所以不准蛙渣 不能做永遠的新建設 那這樣來講 不要讓你蛙渣 保護母龜 保護小海灰 那所以這樣呢 他們村民就不要人一屁的時候 那我們畫保護區之後呢 事實上來講 我們不要讓變成像文字管 所以要做很多研究 像現在大家講到像很多的師弟啊 變成保護區之後 然後就開始經濟破壞 畫東西啊 那其實那都讓保護區沒有什麼價值 然後當然價格價值 你必須要做研究 然後最後就是表演 他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那喜歡的話就可以推廣 不喜歡的話 我們應該去修轉 那對於這個受侵蝕的 這個染毛 我們必須要加以保護 那再來講呢 像蛇 我不讓你吃龜蛋 但是我們小一點蛇 所以你聞聞就好 你吃別的東西 那至於呢 我們要增加當地有歸屬感 然後到這些遊客也會過來呢 所以要做很多很多廣告 那廣告像這個壁車道 有海歸 並不代表說歸從這邊來 而是這個島有海歸 所以你要看海歸呢 就到這邊來 所以這增加島的特色 那當然這些工作很多都是要靠當地人 所以溝通是一個非常非常漫長的 那我前兩天跟那個 他們金門國外國運管理出去交換一下 他們也也是這樣 我們花了五年時間 才不被人家罵 然後我們再開玩笑說 剛開始的時候 人家在我前面罵 現在是在我聰明婆公罵 在我前面是跟我們辦個笑容 那所以這個是很長時間溝通 溝通什麼 你這台灣有很大的不好的習慣呢 他為了選舉 所以你要去溝通 第一個我不需要選舉 第二個呢 我是希望多一點來參與工作 那這工業沒有太多錢 所以要很長時間 要不然人家會 所以你來這邊幹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臉都不深厚 至少不是笑容 那這個高中完以後 他們覺得說 我變成無害分子 然後就開始要組織大陸圈圈 我們主要是要組織村民 然後要做巡收隊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那時候 有政府在幫忙 但是政府的影響也很小 所以要溝通很久 然後完了以後 就開始給他們一些訓練 然後讓政府能夠 一些課堂 以外訓練 讓政府能夠顧用他 那這個東西呢 另外一點 我們就開始慢慢走進這個教育 所謂社會教育 那小朋友 那下一代是我們工作重點 我們一直在修改我們的 所謂教育方式 那有時候會跟企業合作 那這個其實我們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上媒體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容易上媒體 那我要告訴各位 我您可不要上媒體 那但是我不上媒體 我沒辦法把重要資訊傳遞 那所以我知道 其實我在 在我們這個所謂的科學界裡頭 那背後插我照燈 大有人在 那其實我是覺得 我這個 你工作既然做得 我是好的命 那其實媒體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你因為我有知識 我可以傳遞一些正確訊息 你不給他 他還是要報復你 那與其讓他 隨便亂傳來詞 我還不如告訴他 那告訴他 他至少十句話 有一句話 你就對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呢 最後我們發展十年 講一個的明星物種 其實說海綠 我們是利用明星物種 明星物種的觀念呢 就是像明星 明星在上品 用完以後 大家都很喜歡用的 因為我希望插完以後 跟他一樣很漂亮 那這也是同樣的一個想法 也就是明星物種 我們利用一些 大家很喜歡的動物 那像海洋化 用鯨盆 用海綠就是這樣 那因此呢 大家會跟他說 那你是不是希望他死啊 不要不要 那不要下死 我們是不是要好好保護 對對對 要怎麼保護呢 他吃飽的地方是不是要保護 他回憂的地方是不是要保護 不過要死亡掉 那所以這是一個觀念 去保護他 那同時他就變成一個 像保護傘的功能 因為他吃東西不能被沒有 他的水不能污染 所以利用他來保護 其他非保育類物種 那他發生保護傘的作用 所以這樣這個物種 叫領航性的物種 領航大家往海洋保育的方向走 那所以這個關係 是不是跟他來的 那所以呢 另外一方面來講呢 有機會教育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我們在灣灣島有海歸 可是灣灣島的小學很少 沒有人 島是沒有人 那台北市老師很喜歡 但是台北市沒有海歸會上來 那所以你怎麼去把這兩件事 混在一起機會教育 如果你有機會 那我一定會請量安排小學 然後來參與 那大家看到就感動 大家看到我們在做解說 就比較 效果就比你看的影片要好的很多 那另外一個呢 因為這個東西海歸師 我們前面講的光光物種 我實際說等於 光光物種所以他會賺錢 那你在當地呢 我們做的話 我們又做很多限制 那你要怎麼回饋鄉裡呢 我們研究人沒辦法 那我們要創造商機 那像這個呢 就是一個保育館 保育館呢 當初蓋的目的 是因為講義的話 非常真正的理由 是因為我們住民 我們住在那個趁落裡 結果呢 因為颱風來了 我們那個 整個那個 衛雨是垮掉的 沒辦法上廁所 然後呢 房屋裡面還要半垮了 外頭下大雨 然後下大小雨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不能 我們才要搬家 那時候李敏坤說要 這個地方建設 然後我們就說 那就帶著保育館 然後就蓋下來 然後選址 本來說要在沙恩那裡 我說不行 然後沙恩旁邊 你看這種東西 他好搬到山的另外一邊 然後山另外一邊 然後山另外一邊 就港口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 很意外選到 我只是說距離沙恩遠一點 但是呢 意外反而變成一個 真正好做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館呢 前面呢 這是瓦瓦島唯一的進出港口 所有遊客百分九十通通都這樣 然後他在海上 很遠的地方就看到 那瓦瓦島本身是一個山河 山河寺建築 那櫻南寺 標準的櫻南寺 那所以是一個 然後只有在這場 唯一的地方 都會看到 非常前來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非常非常緊急 任何人靠近到 一個人說 這是什麼怪東西 然後每個遊客都想不到 都要去逛一逛 那所以呢 這個 這個 莫名其妙非的一個定標 那無心插流流成音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每一年暑假呢 有多少人上來 那去年 鵬南寺他們估計 整個澎湖島 大概有五十萬遊客 去這個館呢 十五萬 所以三分之一 但剛開始蓋的時候 他們把我罵翻了 說文字館啊什麼的 那我還跟他們大吵 然後呢 他們去年 終於承認了 這個是對的 我已經早就被人家 罵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十五萬人來 帶來的商機 我去年成交 我學得算過 就是 我們不算團客 算閃客的話 一個主要兩個半月 當地人進獲益 超過四百萬 他們算之後 沒有算的話 再承認半月 所以這個 光這個不收時間管呢 就給當地人大概 超過一千萬人 所以 基本上 你利用正確的宣導的話 它可以帶動上 當地商機 那我也可以達到保護目的 因為呢 我們住在這邊 然後呢 你登記之後呢 晚上我會解說 有海月我會帶你去 那我呢 學生在那邊 看一家公司呢 我們事實上來講 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機會 那其實另外一個關係呢 利用宗教 宗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 你看這個 原教堅 海歸祈福 我一直很希望推斷 但是 不太成功 那基本上來講呢 你用宗教練習 就不必去解釋 那種東西 我常常看了一下 這全唐人最佔的 那是什麼 幹尿 因為神經不高興 就不能見價 那所以 事物說得好 就多少 那同樣來講呢 你說 海歸是神明 你不能吃海歸 吃海歸 海歸就不保護 那所以就是OK 所以很多的宗教練習 你根本不必去花大力氣力解釋 有大力氣力解釋 那另外來講呢 我們今天講的生態理由 生態理由 其實在過去剛開始大家都反對 野生動物保護人員 你怎麼可以看牠 牠都會這樣聽到 然後後來一些的社會學家 一些經濟學家進來 大概在十年前 牠們進來開始做分析 然後跟生物學家說 你們不能這樣做 這樣做是錯誤的 這樣做是造成破壞 結果他說 因為他發育社會學家 他說 群動物看到動物 就會很感動 很感動 就會帶動物去保護 那所以呢 帶群動物去看海灰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但是要注意一下 讓我非常非常掌控 你看到這群人呢 老師在海灰後面 海灰在這邊 很開心才能 因為他規格很大 都很小 看不到後面 他覺得後面沒有人 如果這人通跑前面呢 海灰就想好了 所以說生態理由可以做 要絕對掌控 而且我們要對動物 非常了解才能做 那結果我學生做得還不錯 他甚至上網 成立這個網站 成立公司 他去年跟我說 他現在空間不夠 他希望做到更大 因為遊客很好 他不斷 大概有一層的遊客 他都覺得還不錯 他跟我說沒賺錢 但是每年都在做 我知道他一定有賺錢 那所以呢 到最後呢 就只有一件提到呢 生態保育 那個資源保育 資源保育其實 這個東西我們不是在禁止產法 那資源保育最早開始 他是可以利用 因為利用太多 才會變成少 那所以代表 他有密用價值 他要使用價值 所以資源保育目的呢 是讓他恢復到 原來使用價值 然後可以在這個 存在有範圍之內 所以這主要目的呢 防止人不上台發呢 過渡台發 另外資源保育很重要呢 七里 它動物所在的地方 一定要保護起來 因為你沒有地方呢 就沒有動物啊 動物就對 生態上面覺得 它竟然活不下去 你要有地方讓它生活 就會原住移民 怎麼樣 一個地方能夠生活 所以七里保護是非常重要 那七里保護 那基本上 甚至可以超過物能保育 然後來得更重要 所以呢 它是看兩方面 OK 那我想今天的時間呢 就告訴你 咱們各位 謝謝 謝謝